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半局双方走的也是比较准确 到了后半盘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一个对攻的一个精彩奇迹 这盘棋的刘欢发挥的还是不错 当然最后唐自澹主要是错过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也非常遗憾 那么这一次我们北京九重会队发挥的比较神勇 主要是前面的赚的棋比较多 唐丹他个人也比较突出 也是第三次获得了个人的流行的叫什么MPV 就是说的最有价值选手 对 今天第六届女侠联赛了 也是第六次 狙九评八 浙江队本来应该说也是很有实力的 对 唐斯坦和金海英 还有这个 还有个航名 对 应该说他们也是很有实力的 但是前面打得不好 打得不好 由于十个队取前六名 又去名次 那么还有三个队降组的 这个人的心里就紧张了 对 所以说这种下打联赛 前面的发挥 对于后面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 实战 刘欢就是由于赚的鞋比较多 他心态也比较好 就放开了去进攻 对 唐斯坦也是 他们这个浙江队 曾经一度丢分丢的比较多 他想急于抢分 所以说双方在心态上 也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对 黑方在布局上 也是选择一个拼命的失手 唐斯坦最近几年 进步还是非常迅猛的 对 等级分他应该排在前十位 是的 另外在向甲的个人排行房里边 他也比较靠前 排在了应该在前六位左右 对 这次向甲比赛 最终是北京队获得了冠军 第二名是成都队 第三名是广东队 广东队和北京队 可能这么多年 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北京队拿了四个冠军 广东是两个 对 广东拿了两个冠军 那么今年的这个比赛 下半年还将在广东这个乐昌 将继续打响 就是2019到2020这种女甲比赛 因为女甲是跨年的比赛 跨年度 对 然后分三战 然后一共是18场 对 现在双方很快就形成了中炮过河鞠对平瓦 平瓦对鱼的常见阵型 红方 八锦旗 黑方 居一级 对 黑方 这个唐自然这个旗啊 旗风是比较凶悍的 唐自然是这个浙江安吉人 对 他的这个启蒙老师是当地的这个相机大师 这个万春 正好去年呢 我们个人赛呢 是放在了安吉 我们也非常有幸呢 这个 饱揽了这个安吉的这个秀色 这个 当年这个习董事书记讲那个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绿水 绿水青山 就说的是安吉 就是在安吉说的 安吉就是确实这个环境非常好 原来啊 也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通过当地人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 努力 团结奋战吧 把这个山山水水呢 就改得到的非常好 这个唐自然呢 也是进入浙江队呢 有那么几年了 对 应该说状态还是不错的 代表浙江队获得过团体冠军 他个人也是已获得过第二名的好成绩 有一年呀 这个唐自然应该说是很有希望夺冠 对 但是在最后一轮呢 这个被广东队的陈立纯的反超了 对 应该说也有些遗憾 但是呢 应该说唐自然这个奇才还是不错的 比较敢拼 比较 中局走的也比较准确 居一平六 红方先泡八瓶酒 对 就这个黑方居一平一啊 就准备居一平六 然后来围困红方这个居 对 子力集中带 左翼对红方的右翼呢 形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这说的是优点 对 但是它又弱点 是 弱点是什么呢 因为居一平一以后呢 它最主要呢 就是右翼的阵地呢 就显得单薄了 这个象棋啊 它首先呢 是一个军事 防古代军事的这么一个游戏 对 但是呢 就是里边就是有艺术感 有艺术性 你需要一个平衡 你这个调兵前将 你就必须要这个想到周全 那么黑方这个居一呢 就是说利弊三万 这是这么一个战术 从总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更具冒险性 就是风险要大于机会 对 就是风险更多 机会有没有 有 你敢不敢走 你有没有这种能力 能够把控这个局限 是 这个其实这棋 常见的走法 肯定是四次进入补一手 对 然后他这个走居一进一 真的是很冒险 而且我觉得 唐四男经常比赛的时候 会下一些高居宝马呀 然后起横居啊 然后端盘和 对一些比较拼命 比较攻杀的一些对局 这个布局啊 男子比赛当中啊 偶尔也出现 但是呢 不多 你像许云川 偶尔也走一盘 那个就特别需要抢分 而且对手呢 一定不是那个最一流的高手 就是二流的选手 是 他去冒险去求胜 对 然后呢 这个传统上呢 这个江苏男队 对这个棋比较有研究 走得比较多 像徐天宏啊 王斌啊 他们对这个棋 早年是比较有研究的 但这个棋呢 正所谓呢 风险比较大 所以在男子 高手平赛当中呢 就是比较少见 对 红方先炮八平九 准备亮拘啊 这个也很有针对性 这个棋啊 千万不要走马七六 这个棋就是说的 你马七六呢 就是一个坏棋 你要拘一平六 黑方拘一平六 那么红方高兴了 红方 因为你打拘 他还有马六进五呢 对 你这个棋就不好了 拘一平好像 这个没有太大的威胁 黑方呢 就直接走拘一平四 这个棋红方就有点尴尬了 你如果进这个灯的话 人对方有这个猪锅也什么的 对 你如果这个 好像是先手 人家拘八戒二 拘八戒二 你不要打拘 打拘在马四进三了 马四进三不是蹬着那个底拘呢 对 那下部现在这一打 红方这个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叫做欲速则不达 你太想去 马上就取得利益了 但是呢 你没有后续手段 这个呢 就叫做 鲁莽 草率 都可以这么形容 所以红方这个马不能极尽 所以这个下棋要担救 这个节奏 什么时候出击 什么时候 运筹帷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呢 就是说 现在时间不成熟 要先 再叙事 黑方拘一平六 拘一平六 然后这时候 他可以选择马金六 这会儿 红方是马金六 当然流行的 也有鞠叹对一的 你打我鞠 我鞠叹平八 鞠叹平六 都可以 就是说这个鞠呢 要绕出来 因为这个棋 就是形成一个著名的 这个 二舵 他一吃 这个棋呢 红方呢 主要是非常怕这招的棋 对 这一点 主要他炮金三 比较厉害 现在吃马 那打出去太厉害了 黑方的动作快 这个棋呢 已经被专业人士呢 否定了 对 黑方呢 这个棋呢 应该完全呢 具有反先的意味 对 红方这个棋很能掌握 这个棋最早呢 反正红方也摆一些战术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个棋完全 黑方呢 站得住脚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军九平八呢 这种强硬的对策呢 黑方是比较乐于接受的 红方军九队一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马进六 这个实战的做法 刘欢选择马进六 这招棋的含义 就是攻守兼备 就是说又有攻又有手 就是想进一步呢 取得一个物质的实力 黑方呢 这个棋我认为啊 就走到这儿 就只能炮九平七 就是要接受这个 或者炮九平七 是较为正确的打法 对 那红方马六进五 对 也只能马六进五 这个棋马进六呢 它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构思 利用中午的突击 来解救三路局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棋手的 它这个构思之庙 它就是说的这个左右逢源 它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比较多样性 为什么说我们少年 不是单纯的要逃局 对 为什么我们这个青少年 说学习能开发智力啊 特别因为我们学习这个象棋 它这个就说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种方法 不见得是单纯的逃跑 对 它可以通过这个违未就照 通过这个攻击你 更加薄弱的中路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 你不能登 登我聚三级你就丢死了 那这个中马有个问题 这个中马就逃不掉了 那只能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呢 他也不打 打了黑方呢 就便宜 对 你打了他一登 你杀一枪他电中炮 然后你这个三路线啊 你还要这个后手 那这个棋就骂了 红方要先聚五行八 先把你这个捉掉 对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有知识有抛退一 可能抛退一还可以 对 抛退一步 抛退一步 然后你打掉我打掉我 再抛退一步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肯定是多一个兵呢 要好一点 但是黑方呢 应该这种防御的体系呢 我认为也可以 战线还很慢 对 我觉得这个棋 黑方就得打 但是他不打呢 这个棋就是 唐斯坦呢 他是惯着 惯着他的这个思路 对 什么思路呢 就是说我继续冒险求胜 是 黑方呢 就是继续去寻找战机 他都失留近五 就非想把这个棋呢 憋住 红方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棋有平八呢 也不行啊 他还是打棋 跟刚才呢 略有不同 略有不同 但是黑方多了一个 点棋以后 多了一个拘留期 也是黑方好 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由于时间关系 红方这个时候呢 不是以后 红方就把这个G3对1 把这个G呢 拔起来 这是对的 对 现在这种把G淘开 对 然后他炮 然后黑方是打G 九平七 红方G 三平八 黑方在炮二平一 对 炮二平一 对 炮二平一 红方这个时候呢 把三平攻起来 嗯 这个棋 啊 黑方呢 感觉呢 还是压力很大的啊 就是我们说了 GG1G平六 这种走法呢 就是很冒险 它险在哪里呢 就是自己的右翼啊 是一个空门 是 你没有G的这个掩护啊 你这个阵地啊 就很担保 这三路马啊 很弱 而且尤其黑方 如果一旦走不出攻势来 这个 就是说三路线的弱点 比较突出 对 将来红方呢 有这样那样的手段 黑方最主要呢 就是说这个 没有妥善解决 右翼的这个弱点的办法 他只能去强攻啊 只能去争取 在红方这个三路线 有一些反击的机会 实际上呢 他是 先走到马进八吧 对 他马进八 他就挑了个马 最早呢 还有走G9G1的 对 然后黑方有什么 G6G1 G8G2啊什么 他有这个 连根的这些手段 马进八呢 他就是想马八进六 来切断你这个三路线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刘欢呢 也是 选点比较正确 对 以前好像也有走炮五平七啊 G9G1 这些走法 嗯 但是炮五平七 他还是有这个 炮一进四 这个吕欣老师 早期走过G9G1 对 炮了这个G 搁在这个底下 来保这个马 是 这个也是一个 不错的构思 但是红方 这个直接撞骑兵呢 显得更加的 有效 就是说 红方采取这个策略呢 直接去 想办法击倒对方 先发之人 对 那黑方这棋 如果拱的话 那他吃掉 吃了 你再保马 他炮九平七公里 或炮五平七 对 黑方呢就是 吃亏 他当然不肯 对 他实战就是下的 比较拼的一个走法 因为黑方 开局以来 这种打法 他就是想拼拼进攻 就是一个步调 对 他就是没有办法 去那个 他开始 他想好了 他就没想稳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显得呢 越来越凶险 他走炮一进四 对 他打边兵 然后红方走 炮九平七 然后他炮一平九 对 这双方呢 走了十几个回合呢 一个大字都没有换 对 然后双方呢 各攻一役 那么到底这个棋 谁好呢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 这个重点再分析 答案呢 也即将揭晓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这个棋呢 双方各攻一役 对 但是红方呢 毕竟是先发制人 最主要红方呢 不仅进攻 他最主要有一个 什么特点 他呢 就是我当时看这个 对于的感受 对 就是红方不仅在进攻当中 速度快一点 最主要他是多兵 主要这还有一个 多兵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就为以后的这个残局 电竞了一个好的基础 就是红方呢 就是红方呢 这个多兵 将来也是一个非常 潜在的优势 就是这个三级兵很大 对 就这两个兵 将来这个残局 一旦双方子力 相当的时候 这个残局这个能力 红方这个优势 就更加突出了 这个地方 唐斯坦最主要 可能是没有 事先啊 或者是临想当中啊 忽略了下面的这个环节 对 这可能他都想到了 他炮七斤六 把这个马打掉 是啊 他这个子力 全都集中在红方右 他肯定是以为红方 打这个的 对啊 然后黑方有马八斤六 这样呢 红方啊 看不清楚了 对 这个棋啊 黑方这里边 还有很多手段 黑方这有一个 下底炮啊 下底狙啊 狙八斤六 对 如果你跑八斤 对方可能去八斤六 对 还有马六斤七 杀旗在 马六斤七也很厉害 你指示他炮九瓶七 对 要打你这个闷弓 这看着感觉是 黑方这个速度更快一些 对 所以说呢 黑方呢 可能是这么设计的 对 但是红方呢 这里边有一个 非常 这个 冷静的打法 就是不 炮击瓶打这个炮 他呢 走了一个非常 凶悍的走法 他弃子抢弓 暂时弃一个子 但是他那个三路马 不好逃 对 他炮五斤四一将 这个将军 我觉得真的很巧 对不起 这招棋就是很凶悍 这个炮一打呀 这个棋就可以说 基本上赢下了一半了 但后半的棋 当然也需要走得好 是 他打一将 他只能出将 对 看起来是一个先手 但是红方 补完试以后啊 这个棋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个是红方多兵 对 再有一个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弓手兼备 是 他这个地方 还要平炮叫将 那这个地方 这个三路马 他三路马不好逃 逃了呢 他炮了 逃了这一将 就不知道怎么下了 对 他就先打一下 对 你现在不要将他 将他 他有可能砍掉你 有个弃居的 砍掉你 他打一将 再把你这个炮害了 那这个四子贵便 那红方没有必要 对 这个是对的 先补一招棋 因为他那马逃不掉 黑方走 走什么呢 他当时 马八对七了 逃马 他还是将 所以他先回马了 他现在希望你平炮将 将我就再切掉 然后有一个一拘三的机会 对 那红方肯定不肯 先冰激仪 先吃 吃回来 对 这是一个叫杀 对方只能不像 对 只能像 像不能丢 然后他接下来 走了一个炮五平八 对 炮五平八 对 这又是个杀棋 对 所以他只能点鞠 他的鞠没有特别好的地方 对 他就点了个阿鹿 他底一僵 他一僵 他上将 他鞠杀出去了 后来回来跟刘欢说 这个棋 就是后来我给他们复盘 对 我就说你这个就简单的一换就占油了 是 这个是 这个他只能打 这样呢 就是说把红方的攻势呢 完全地化掉 然后这个鞠再杀出去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以为这个捉这个马 这马还挺不好逃的 发现这个可以鞠持住 这个地方红方 这个主要是双鞠炮兵就够用了 对 就不用这个 再不用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可以一下击碎黑方的反击 这个棋 红方就压倒性的优势 是 黑方就很难下了 关键黑方现在也没有攻势 这招呢 是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画凡为简 就是很繁琐的棋呢 我通过一个简化 我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这个也是一种境界 是 他实在当中呢 他从棋上来看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就是黑方有一些反击 对 有些反击呢 你就需要应对的比较准确 不然的话就容易出一些问题 对方先点拘 对 对方点拘杀棋 双方是五个大子对五个大子对攻 但是红方多兵 多了 反正看上去多的两到三个兵吧 这个是杀棋 他只能出帅 对 他是跑江了一军 江 那只能上 他拘落退三 他退也没有用 他退也再下来 拘落人捉 红方拘八平六宝 他这个棋老要这么僵 所以他现在僵不上了 他这局部点住了吗 对 但是这个棋呢 黑方主要也没法去进攻 黑方现在抛击尽二僵 他可以老僵上三楼 对 这个帅六进一 那黑方就完全没有攻势 就找不到那个很好的 对 你看起来僵很凶 但是他老帅 御驾亲征了 这个七路炮正好把这条线守住了 对 然后他下部棋居多进一 就准备对居了 只要有一个换掉一个居 那红方这个 最主要红方多兵 他希望对居 所以红方现在 现在这个唐三这周棋走得也很积极 对 他发现这个问题了 把他僵上来反而没用 他空走了一个炮击进一 是 这周棋我认为唐三走得还是真是很有实力 是 因为这个棋他肯定是临场飞行出来的 这部棋走得还是让刘欢比较难受 就是说他对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 下部准备抛击退一将 那你上来我就 纪罗建尔江是抽 有一些抽撤 对 你就上不来了 他就是不让你上三楼 你上了以后 这儿他居就可以 这个拔来拔去了 对 他就不让你上三楼 他就是这个意思 那下部抛击退一将还是挺厉害的看着 他是退炮打狙了 对 炮八退伍 对 刘欢这步棋走得也很好 很精彩 打狙 他走什么呢 他这狙位可能不太好调整 他是 他当时是抛击退一将了一军 先将了一军 是 这个时候刘欢走了个十五斤四号 对 他这个本局可能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当时刘欢 时间走得有点比较紧了 但是这个棋 他看到这个不好 这个一将人家抽狙了 对 然后他可能临场觉得这个下摔 对方这一卡炮 这个到处将 但是实际上红方应该下摔 下摔这个棋有筋骨险 就前面的红方走得都很好 但是这个地方走得有一点失策 对 细节上 卡炮红方可以十五斤六 还打人一军吗 还一将 这个棋红方要上摔 不能支持 支持他炮七瓶九 这是连杀 G八锦一 G八瓶六 对 军一将 然后砍尸一将 然后提炮一将 对 这是典型的二路家居炮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你将我的时候 我可以上摔 你再怎么抽将我的回事 你也没什么办法 就是抽不着东西 对 这个棋 六路居还得逃一步 这个棋还是红方 绝对优势 你只能退居了 对 他可能是得退回来 然后他可能还会僵 对 那你可能 那你可能 这七室肯定 他居九平六 对 有一个平六的一个杀 居九平六很厉害 这是连杀 就是杀地底室 然后兵器 就把你撞死了 这个棋 黑方 守不住 对 你进将他居六间二 这个 进将就直接 对 直接就僵子 他要掌居的话 那还是砍 砍也可以 砍完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 摆一下 再砍 装棋兵一将 因为这个棋 你不能上将 上将的话 这炮一将 又是这边 二路家居炮了 它可以居 将一居 对 你只能动向 然后它居点到这 不让你下降了 再跑去 就僵死了 所以这个将的时候 你只能码 七退五 对 还得回码殿上 然后它就平均 就已经往这起 现在再拱一将 还是这个 不是连杀 但是你黑棋 你也没有杀 它最主要 你跟不住那个后炮 它主要兵六平五一撞 炮一将就僵死了 对 你要飞高像 它居一将 马一将把居抽了 对 把居抽了 黑方也想不动 黑方那边这个 居双炮 组织不起攻势来 对 它这个位置展不开 对 这个棋红方 速度上是红方快一些 这个棋很关键 这个地方 这个知识 这招其实很关键 知识就 如果红方走得正确 就是锁定胜局了 而实战当中 它这么一将的时候 它没下降 它都知识了 所以这部江 还挺考验红方 对 结果让对方 把这个吃了 这样的气 这个吃了 它是就打掉了吧 对 它是把这个炮吃掉 打掉 打掉它是 黑方现在也暂时没有起 它吃这个是肯定都不行 这个太慢 吃这个 它这个江守住泪了 你知识的话 它再把你底试吃了 对 就对沙中黑方 红方速度快 对 那红方快多了 对 唐灯然这个起走得挺好 它是居于江 它是居于江 继续吃 它直接吃 直接吃 直接吃 其实是它保留闪击 对 这个起好 红方最顽强的 应该是走炮三平五 将来有这么一个电中炮的动作 红方可能多冰 还要好一些 对 黑方可能会把籽吃过来 但红方有没有一些对居的手段 最后形成多冰的一个模式的起 这个起 红方就只能走到三平五了 对 而实战当中 红方走这个居六金一 这个起走得有点跟不上节奏 但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 对 当时看着这个双击炮 尤其是视像 两室都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起最终 就是唐灯然在这错误了一个 特别好的机会 对 本来前半排一直到现在 都是红方优势 对 但是红方这部居六金一 可能是本局走了一个 很错误的一个选择 黑方最厉害的就是 你应该打一将 对 你只能上帅 黑方现在不能走 作杀 因为他居六平四要对居 对 黑方把七进八 把这居六平四避开 这个起 红方就守不住了 下部有个居八平五 对 下部这个 再做花石居 居六平四杀 这个守不住了 是 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也非常可惜 因为这个棋呢 双方确实前面拼得太凶了 是 然后把这个时间呀 花得比较多 然后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呢 双方都有错误 当时黑方也急于这个反击 就走了一个炮锡禁一将 他这个将得太早了 结果这个 他又急于有将 然后人家 又这么将 对 将了几局 他可能时间太紧凑点 是 当时是将了 将几局以后再马七净八 那跟刚才说的 这个效果完全不同 这个企业 他就算不走炮锡禁 他先走马七净八 也是要赢 对 因为红方在夺兵的时候 他可以炮打回来 他可以抛再躲开 对 是先手 关键就是不给红方这个对军 对 就是跳马 把这个居六平四这个点 给控制住 但是黑方呢 这个先将军 这个味道就差了 因为你再上马 他就有过冰的气 还是有对军了 是 他居是将几军 他又跳马 然后人家一过冰 他居将两军 居将这位置 然后人家过冰 等于他现在 居六平四这个点很重要 对 居六平四 居四级太有啥 对 要砍视 然后黑方 这么一将 对 将他正好是电马 电马 正好是黑方呢 对不起这个居 对了居以后呢 他少死 这个气就下不动了 是 但是最后他也走了几步 走到这儿就没有办法了 黑方呢 就等于这个攻势啊 全都化掉了 对 他是随便走一步 他是将了一军 然后居五平六 他等于你看这个居走来走去白走 对 所以最后洪方就比较简单了 对 正好有一将 这儿是连杀了 一只士 正好有个砍士 嗯 正好 那你进来 他正好抛发平五将 对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到处都是江了 只要你走得正确 这个就赢了 看来就是黑方本来就走一个炮弃禁一 这种很巧妙的走法 但是后面没有招法 没需上 这个是关键啊 这个 对 刚才我们已经着重呢 给大家进行了这个分析 就是说双方这盘的对攻呢 还是非常激烈的 对 其中呢 有很多这个细节呢 需要更好的把握 是 应该说这个布局的难度就比较大 对 本身双方都很考验 对 特别是对于黑方来讲 因为黑方呢 毕竟这个右翼的子力啊 不够协调 所以说是黑方是冒险求胜 是 当然呢 我们觉得这个在竞赛当中呢 有时也需要这种精神 对 有的时候根据这个 局势的这个需要呢 需要这种拼命的这个 刺刀剑红的这种打法 好 非常感谢呢 大家对今天这个 向其讲解的这个收看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